我们该如何帮助 额科医生建议我们只使用恶劣基金会的网站 他上过好几个网站 但他建议我们不要在互联网上手说恶劣婴儿 因为你会读到很多负面的东西 他觉得那些信息对我们没有好处 我们只需要有用的信息和事实 这正是我们所提供的 我是Gip Siever 我是恶劣基金会的会长 我们的目标是要提高那些患有面部 出生缺陷的人的生活质量 纯恶劣是在美国最常见的出生缺陷 通过这个基金会 家庭和专业人士可以获取有关婴儿未来 治疗转接介绍和婴儿生长发育的各种信息 我们备有很多关于这些主题的英文版和西班牙文版的免费刊物 如果你有问题和需要更多的信息 请上网 或者请打电话 180024 CLEFT CLEFT M